1981年3月6日 德国发生了震惊全球的一幕 一身穿风衣的女性 在法庭上掏出手枪 朝着被告开枪 被告当场毙命 这种在法庭上公然动私情 处决被告的行为 是法律所禁止 但这个女人只是被判入狱三年 而且赢得无数尊重和敬佩 登上了各大新闻和报纸的头版头条 这个女人叫玛丽安·巴赫梅尔 后来被称为德国复仇之母 当时德国人民认为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理解她的行为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有一个七岁的可爱的女儿安娜 母女相依为命 一天安娜被一个男人哄骗回家 这个男人对七岁女孩 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领乳虐待 最后残忍的将其杀害 经证实这是一个恋童癖惯犯 但她拒不认罪 还污蔑是小安娜勒索她五马克 她才失手杀人 律师又辩护称凶手精神有问题 如果辩护成功 凶手压根不用坐牢 只是会被送到精神病病院 即便辩护失败 凶手也不会偿命 因为当地没有死刑 同时爱女的单亲妈妈 决定亲手处置这个奸杀栽赃女儿的凶手 于是出现了法院连开八枪的一幕 正好被摄像机拍下流传至今 事后有人评论 八颗子弹是一个弹夹的极限 但不是一个母亲愤怒的极限 但她依然触犯法律被起诉 不过律师辩护呢 很以魔法打败魔法 律师表示这个母亲 因为痛是爱女精神恍惚 分不清现实和幻觉才开了枪 而枪呢也只是为了防身才卖 最终在律师和民众支持下 就为母亲最终只坐了三年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